如何快速记单词 一个单词给你讲清楚 方法很简单 只需两步就搞定 第一步呢叫会读会写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 首先呢我们先把这个单词读准 读对它的发音是吧 第一个呢读 这个发音很简单是吧 看中间那个呢 这个发音读 OK也很简单 然后这个呢发 好最后一个轻轻的发 好了我们现在一起 从走往右拼读过来呢 就是g e g e f t 对吧再来 g e g e f t 好这是它的音标的读音 同意们来读完这个音标之后呢 立马看到这个单词这里 我们看看对应的字母 发什么音有什么样的规则 因为知道这个部分之后呢 同意们以后你再去拼读单词 或者写单词就会变得更加简单了啊 第一个字母G 这个字母G呢 一般来说直接发g g g 就可以了啊 然后这里有个字母i 这个字母i 特别常用的一个发音呢 就是直接发 i e 比如说我们说大的那个单词 big big 里面就有这个字母i发 i这个读音是吧 好最后 好最后f和t这两个字母呢 他们直接发f还有这个t 没有什么变化 很简单对不对 好了 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的单词拼读就是 g e gift g e gift 好拼读完之后 现在我们一起试一下 听音拼写啊 来试一下 g e gift 想想哪个字母发g g 哪个字母发i e 哪两个字母发f t 好写完了吗 写完一起来看到这里啊 g写字母g的吧 i写字母i f写f t写t就可以了啊 好 这是我们第一步 会读会写 同学们啊 这一步呢 如果你的发音非常熟练的话 其实特别简单 就是一拼过去啊 几乎就可以把它读准 也能把它写对了很快的啊 几秒钟的事情 那如果说你的这个拼读啊 或者说这些发音完全还没有学过 或者没有学会的同学 一定要把这个部分读准 好吧 一定要把音标学会 要把拼读学会 因为他们是你快速记单词 非常重要的第一步 ok 好 下面我们一起看到第二步啊 精准记中文意思啊 来 这个单词呢 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礼物 一个是天赋 很多同学呢 一说到记这个意思啊 就感觉到头都大了 感觉很难记 或者经常混的吧 好 咱们第二步呢 就专门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记忆丝 来 叫分解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会从这个单词当中啊 拿出一些字幕 或者有时候会拿出一些字幕组合出来 作为一个线索 然后再用这些线索呢 把这个意思联系在一起 这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实现非常精准的记忆丝了 而且你复习的时候 直接看到这个单词的外形 就能回想出来它的意思 来 我们一起看一下吧 我们从这个单词中选出G这个字母 用它代表的是哥哥 因为它的发音呢 是G 像哥哥的哥 对不对 这个应该很好理解吧 然后呢 这个字母爱呢 代表的是火把 你看 它的形状是不是很相似 OK 好了 到这里之后呢 同学们啊 来 礼物天赋怎么进呢 OK 来 我们可以稍微的展开想象了 我们可以想象呢 这个哥哥做了一个火把 可以吧 做了个火把 做完之后呢 他发现自己太有天赋了 做这个火把太像了 没想到自己这么有天赋 做这个事情 做完这个火把之后呢 哥哥就点这个火把 然后出去买礼物去了 所以单词的意思呢 一个是天赋 一个是天赋 一个是礼物 好了 基本上来 立马回到这个单词这里来啊 看着单词的字母 想一下意思 第一个 它的发音一般是发音G 代表哥哥 第二个呢 像火把代表火把 哎 哥哥做了个火把对吧 他自己第一次做个火把 但是没想到自己这么有天赋 做的这么好是吧 然后点着火把去买礼物去了 所以单词的意思呢 一个是天赋 一个是礼物 OK 好 同学们这个单词你学会了吗 学会统一系的打卡 学会两个字啊 那这就是咱们的单词编码 速记法 读写 记忆丝 三点全面兼顾 普通同学也能学会 如果你熟点掌握的话呢 像很多更老师学会同学呢 都可以轻松达到一个小时 背100多个单词 所以如果你也想快速掌握全头的方法 那你可以学下老师完整的单词编码课 好 我是Heddy 关注我轻松学英语 关注我轻松学英语